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待感情也往往虔诚又认真 哪怕是一句轻飘飘的诺言 也会在我们柔软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 错把对方一句承诺 当成爱情里永不退色的保证书 那时十七岁的娇娇也同样这么以为 她也遇到了一个令她怦然心动的人 一个理科成极优异但不爱说话的男生 男生也同样喜欢着娇娇 两人常常在下课后一起讨论难题 互相送吃的 你送我一个苹果 隔天一个小蛋糕 便在另一个的客桌下面 那时她把所有的希望和未来 都压在那一刻 说她会爱她 一辈子的男孩身上 以为她会是自己永远的白衣少年 但再美的梦也有醒来的意气 在高考结束的那晚 男孩主动对娇娇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太黏自己了 她更喜欢比较独立的女生 男孩走了 去了别的大学 直到那天一个女生 关心了朋友圈 这个女生娇娇刚好认识 对她俩的过往 毫不知情的女生 对娇娇说 她说我是她的初恋 这句话对当时的娇娇来说 不亚于一场惊雷 明明她的初恋是17岁开始的 那一刻她感到揪心的疼 她想推翻那名女生的话 却发现没有任何底气 原来最悲伤的不是失去一份爱 而是无法证明这份爱曾经存在 很难过 那个我曾大张旗鼓 向全世界炫耀的人 还是让我输了 就仿佛我从来 没来过她的世界一样 之前看过的一部影片中 女主和男主 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现在到大街上 随便找个人问问 谁还记得 自己18岁爱过的人 有娱乐片刻 男主嘴角动了动 似乎在嘲笑自己的自作多情 我只记得有人爱坐在我身边 从上课开始盯我 一直盯到下课 我课上画的流程图 也要像宝贝一样捡走 有人为了认识我 故意在食堂 偷吃我的饭 程序课最后一个走 就是为了看我上级作业 还花几百块钱做的头发 来跟我表白 生怕我被别人抢走了 更可笑的是 有人就爱说这些幼稚的话 你选我吧 我却不背叛你 原来每一个记忆 每一句话 装装件件的小事 他都记得 可令人难过的是 那个曾用心 用行动 去打动他的姑娘 在那一刻 还是让他输了 当过往被否定 当誓言被推翻 在渐行渐远的别离中 总有人受伤 在无法挽回的过去里 苦苦挣扎 不过后来的两人 在经历重重波折后 还是在一起了 结局是众望所归的 完美结局 好多人代替了好多人 但我们还是我们 从青涩的校园 走向职场 他们始终在一起 即便有过争吵 有过短暂的分开 我还是希望 始终牵着你手的人是我 如果可以 我还是希望 我们之间的遗憾少一点 这样幸福就多一点 还好没错过彼此 也还好 你舍不得让我输 一开始谁的感情 都曾是一杯 没有勾兑的酒 有的人 很快就铭顶大嘴了 在感情上迷失 也有人选择将这杯酒 慢慢珍藏 用时间 来成为家娘 到最后 历久迷香 诚如作家三毛说过 我始终相信 真正在乎我的人 是不会被别人抢走的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 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 那他根本舍不得 离开你 而是想竭尽全力 给你一个 踏实 安心的未来 而你 也是如此 因为不想为我们的过往 画上句号 我更想牵着你的手 奔向未来 一个 有我们的未来 比起 对不起 我让你输了 我想听到的是 放心 我不会让你输的 我不会让你输给时间 距离 新鲜感 我想让我们 彻彻底底地 赢一回 愿时间为美 与生为拼 与辱 始于初见 终于直老 中间 中间 将近 起雨冷风出 多少繁华入暮 曾经万字千红 随风坠落 无人回首中 欢爱宛如言语 是谁年华流走 不留影踪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 常要流出一末红 奈何辗转在风顺 不再有往日颜色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 无理流出些什么 只在恍惚醉意中 还有些久 却纷发飞华已坠落 无日深情调已成空 却流水悦悦苍苍苍落 谁能将它片刻挽柔 看回飘零的花朵 城市中无从寄托 人大雨大风吹 城市中无从寄托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 常要流出一末红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 常要流出一末红 往日颜色 我看见泪光中的我 无理流出些什么 却纷发飞华已坠落 往日深情调已成空 这纷纷飞华 这纷纷飞华已坠落 婚纷飞华已坠落 常要流水悠悠悠从从缪落 谁能将它片刻挽柔 看回飘零的花朵 城市中无从寄托 人大雨大风吹 夜沉没 翁缸 是我 飘越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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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越飘越